不好意思,現在官網的MagSafe行動電源也給你下架 因為如果你本身是拿iPhone 15 Pro 6.1吋那隻手機的人 然後你又買到一些坊間的MagSafe行動電源 那你的手機鏡頭荒這裡是有可能打架的 但是以MacPad mini來講完全不會 嘿大家好,我是阿康 換到iPhone 15系列之後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會遇到一個問題 那就是該怎麼挑選一個好看又實用的MagSafe行動電源 畢竟如果你是從iPhone 11以前的機種換上來 例如什麼iPhone 6、iPhone 7、iPhone 8、iPhone X跟iPhone XS 這些手機是沒有支援MagSafe磁吸充電 這個功能是蘋果在iPhone 12那一年所推出的 那我會大力推薦你一定要好好玩一下MagSafe磁吸充電 因為這樣子吸起來就對位充電了 真的是超級方便 但是目前市面上 MagSafe行動電源這個產品算是百百款 各家的容量、體積、外觀、有沒有支援支架 甚至所謂的功率、支援的通通都不一樣 而就算你不在意那個價格 也不在意那個充電功率跟容量 你就想要挑到官網的 欸不好意思喔 現在官網的MagSafe行動電源也給你下架 所以這部影片非常簡單 就來跟大家聊 由Energia所推出的這款MagSafe Mini 10000mAh的超好用MagSafe行動電源 首先這個MagSafe Mini它的第一個最大優點 我必須先講個結論喔 這個MagSafe Mini我過去一段時間所使用下來 我算是超級滿意 首先它第一個優點就是你看它的體積好像沒有很大 它的標榜容量是10000mAh 當然我們會根據一些額定等等在做扣除 但是以它的容量來說 我們是可以完全把一支iPhone 15 Pro Max從零補到滿 而眼前的觀眾會看影片的比例應該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呢 它雖然做到10000mAh 可是它非常的小一顆啊 大家看一下 它跟原廠的這顆體積大小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樣的 唯一不一樣的點是它稍微厚了一點 不然我們以大小體積長度來說 這個MagPen Mini真的跟原廠的體積非常非常的接近 而不要忘記它的容量是有達到10000mAh的 通常市面上有達到這個容量的MagSafe行動電源 絕對不會做了這麼小顆啦 那既然做到這麼小顆呢 就要講它的第二個優點 就是它絕對不會卡鏡頭 這個MagPen Mini它在磁圈這裡的 它是有額外墊高的設計 因為如果你本身啊 你是拿iPhone 15 Pro 6.1 吋那隻手機的人 然後你又買到一些坊間的MagSafe行動電源 那你的手機鏡頭框這裡呢 是有可能打架的 這個問題過去好幾年都發生過啦 畢竟以6.1 吋Pro這隻手機呢 它整隻手機的體積長度是不夠的 再加上它鏡頭處真的太寬了 所以呢很多品牌的MagSafe行動電源 只要吸上去磁圈這裡 就會撞到鏡頭框 但是以MagPen Mini來講完全不會 而它磁圈這裡呢 也是有額外的光滑面處理哦 讓我們握起來非常好握的同時 吸附上呢也非常的好吸哦 其實它以吸力來說呢 它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啊 但是呢也同不要跟大家提 一定要選到有知人MagSafe10圈的保護殼哦 那這樣子你才吸得住啊 不然很多觀眾其實都問我說 欸阿康我的MagSafe行動電源怎麼好像吸力不足 原因就出在於它沒有使用到 MagSafe10圈的保護殼哦 那當然它第三個優點就是它的充電非常的有效率 這其實也是一個 MagSafe行動電源最重要的重點哦 以這個MagPen Mini來說呢 它的充電功率是可以達到雙向PD25啊 什麼叫雙向PD25啊 就是你輸出的時候也可以出到PD25啊 輸入充它的時候呢 也可以使用到PD25的程度 幫這個MagSafe行動電源補電啊 也就代表說你把MagPen Mini 這個MagSafe行動電源啊 整顆電量耗完呢要補上來 那個速度非常的快哦 因為你是吃到PD25的程度 來幫這個MagSafe行動電源補電 這算是它很特別的一個功能啦 因為市面上很多的MagSafe行動電源 是沒有辦法做到以PD25的程度 幫本身行動電源補電的 那以它的MagSafe10C充電功率呢 也算蠻快的哦 不過人家講市面上大概都這樣子 因為它花兩個小時左右呢 都可以讓你的手機充個20%啊 充到80% 以無線充電功率這點呢 算是沒有問題啦 那再來這個MagPen Mini呢 還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巧思 就是支架 當然一個MagSafe行動電源啊 有做支架 其實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情 但是呢 它這個支架 我覺得做的蠻厲害的哦 它呢 攤開的時候 是會有一個額外阻擬感的 大家聽一下 而且買到iPhone 15 跟MagSafe行動電源呢 我們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iPhone 15 已經改成Type-C充電了 所以呢 使用到MagSafe行動電源 有一個最大的好處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Type-C充電線啊 插上我們的MagSafe行動電源之後 再用我們的MagSafe行動電源呢 去吸我們的手機哦 這樣子就會同時 幫我們的MagSafe行動電源 還有我們的手機 同時補電 這到外出的時候呢 算是非常方便啦 等於說我們不用 額外再多準備一條線 來幫我們的手機 跟行動電源一起補電 各位 用MagSafe行動電源的好處就是這樣子啊 有時候呢 我們就只有一條Type-C充電線嘛 如果我們用的是一般的行動電源啊 我們就需要二則一 可能線要插手機 或者線要插行動電源 但是呢 我們使用的是MagSafe行動電源啊 我們就可以把線呢 插上去之後 然後再把我們的手機 吸上去 它就會同時 邊充我們的MagSafe行動電源 以及邊充我們的手機哦 然後我們 邊充電想要邊放著追劇的時候啊 也可以 因為這一款MagSafe Mini呢 它後面是有支架的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立著啊 然後 邊追劇邊充電 而且是同時充我們的行動電源 跟充我們的手機哦 但是我們要講一下這個 MagSafe Mini它一個小缺點啊 就是它的支架呢 就是只能 橫著這樣子放哦 有時候呢 我們有一些MagSafe行動電源啊 可能想要這樣子放 但是對我們整支iPhone 15 Pro Max 它真的是太大太重了 所以呢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這樣子放哦 我們要放的話就是只能 這個樣子 讓它這個支點啊 去撐住整個手機 而且也因為iPhone 15 Pro Max 可能就是比較大啊 它的瘦力比較不平均 你要直著放的話呢 它是會倒下來的 所以 iPhone 15 Pro Max 它沒有辦法直著放 但是如果你今天啊 用的是比較小隻的 iPhone 15 Pro 啊 那就沒有問題 你要直著放啊 橫著放都完全OK 但是KARONA它整理的規格啊 容量啊 充電的速度 還有價格 我覺得算是一個 瑕不言語的小缺點啊 但是如果我們要橫放的話呢 就算你是拿到iPhone 15 Pro 這樣子也是不行的 你要橫著放呢 沒有辦法 你就是只能把它轉向啊 然後再這樣子放下來 這個其實我覺得也無可厚非啦 畢竟 它整顆的MAX的行動電源啊 真的做得太過於輕薄了 大網有點想 它就是真的很好帶啦 但至少有時候我們要橫放啊 它還是依然可以喔 好那各位 我們來測一下它的溫度 現在呢是4.33分 大概經過了30多分鐘 快40分鐘 電量呢 補到64% 我們現在就翻過來 然後測一下它的溫度 呃... 這邊 我剛才看到41度 我覺得這算是還OK蠻合理的喔 因為MAX的無線充電本身就會對 這個產品啊 變得比較熱嘛 那我們再把這個東西 拆下來 量我們iPhone 15 Pro Max 最熱的這邊啊 一樣可以看到就是41度左右 41 40 然後量一下磁圈這裡 39 40 我覺得對溫況來講呢 這個MacPad mini算是蠻不錯的 整體的充電啊 都沒有算是太高溫的 所以總體來說呢 這個MacPad mini 我個人是真的蠻滿意的 以它的長度呢 跟大小來講 跟原廠這個MAX的形容 算是非常的接近喔 當然側面來看是後螺一點啦 但是因為它的容量 對比原廠來說呢 真的算是大太多了 我覺得這個厚度來說呢 算是完全可以接受啦 因為以這個容量來說呢 它依然算很輕薄好拿好握 但是它本身的CDR也非常的強 而且呢 也完全不會卡到鏡頭 再加上又給你支架 還有雙向PD20W的快充速度喔 這對於容量達到1萬毫升的 這個MacPad mini來說呢 算是一大福音啦 等於說呢 我們可以吸附在一隻手機之後啊 幫這隻手機充電的同時 再拉一條線出來 幫另外一組設備補電 再加上它的售價呢 我覺得以它這個規格啊 賣掉這種價格呢 算是完全無死角啦 而且它是真的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漂亮喔 外觀呢 摸起來又是做霧面的處理 不管是自己用還是送給朋友呢 都非常的好看 非常的誠意啊 那賣掉連結 我放在下面敘述的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 再去看看吧 那就要去幫你們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後面的小鈴鐺 感受到更多iPhone啊 更多3D產品 還有更多特色 相關影片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啦